只是請這名穿帽踢的男子抱上身分 他竟想開車走人 還大力甩開遠景的手 被制止後 他火氣更大開始一連串飆罵 再次動手跟警察拉扯 警方呼叫支援包圍壓制 他還抵抗不肯配合 這時他的爸爸出現了 現場一團亂 連鏡頭都被撞到轉了360度 這裡是新北市板橋的巷弄內 施工的男子整個過程態度非常囂張 或許就是仗者自己是老大 2020年20多名青少年拿著甩棍西瓜刀 準備到三峽去尋仇 被抓後還嬉皮笑臉 他們的大哥就是這名26歲的許姓男子 是天道蒙太陽會幹部 曾是老三劉邦城旗下小弟 所以綽號叫小四 專吸收青少年加入幫派處理債務 感情糾紛 在雙北市犯下多起案件 包含在串銷店鳴槍談判 或料50多人砍傷尋仇對象 甚至飆車鞭燃信號彈 這回是父親出了事 他又高調出現 當時是有住戶看到很多人聚集在巷子裡面 員警到場之後發現是一筆工程款的糾紛 而被指控的業者當時大門申索 就在屋內趕快打給兒子來救援 因為打給黑幫兒子可以把人給趕走 結果兒子脾氣不收斂 被依設為法移送 根本是來幫倒忙 反倒是父親幫忙求情 想跟平常一樣耍老大 下場看來不管用 TVBS新聞無數前吳雅欣被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